成功破浪的第三季第二次公演已经播出 纳英同盟以总票数3181 战胜了宁静同盟的3169 成功扳回一城全员晋级 而宁静同盟里个人喜爱度排名最低的赵英子被淘汰了 不得不说这个结果简直是众望所归 和之前一公淘汰吴莫愁黄小蕾不同 赵英子一系列操作早就摆光了路人员 弹幕清一色的欢呼淘汰的好 比起谁被淘汰 更重要的是二公的个人喜爱度排名 这一次芒果胎也没藏着掖着 直接放出两个阵营所有姐姐的个人喜爱度排名 值得一提的是王心灵断层第一 以273票高居榜首 郑秀妍以235票紧随其后 排在第三位的是谭维维 剩下的一次是薛凯奇 吴锦岩 郭采杰 胡信尔 于文问 钟心同 徐梦桃 蔡卓妍 许如云 张天爱 总共26个姐姐 她们排在上区相对稳妥 其实通过这个榜单 我们已经可以预估到最终成团的人选了 虽然前两季的成团名额只有7个 但是第三季的赛制发生了改变 两位师姐可以带领姐姐们赢得更多的成团席位 而截止到第二次公演 已经有了4个成团席位 根据网络上透露的4公讯息 总共的成团席位应该是9个 重新再看这份榜单 谁成团 谁离开已经相当明显了 首先是排名第一的王心霖 不管之前芒果台有没有给她预留成团位 但是如今全网爆红的程度 已经不再允许他们忽视了 而且王心霖不是那种吃老本 单纯靠情怀再次走红的女明星 她在二宫演唱的山海震撼全场 让人见识到甜心教主的另一面 事实上王心霖还有很多宝藏的一面 没有被挖掘出来 成团位绝对有她的位置 而且王心霖最后很可能是以第一名的成绩出道 排名第二的郑秀妍 一直以来发挥都很稳定 女团出身 专业性强 舞台表演经验丰富 即使我之前并没有太知道她 现在逛微博已经被她的舞台刷屏了 更何况从节目官宣开始 郑秀妍很明显就是芒果台力捧的对象 一攻的时候被两位师姐争抢 舞台表现亮眼 三攻四攻都连续当队长 带领团队里的姐姐赢得胜利 更有意思的是 据网上流出的资料 郑秀妍带领的队伍是四攻 唯一打败师姐团的队伍 平心而论 郑秀妍除了因为国籍招来不少质疑 综合实力确实很强 最终成团出道 我也是服气的 排名第三的谭维维 自然不用说了 2006年的超级女生亚军 绝对的芒果台亲闺女 这些年 谭维维和芒果台合作了不少节目 表现都相当的亮眼 而她16年深根音乐 也留下了不少经典的传唱舞台 更别说 谭维维从一公开始 就是高票选择的队长 也是唯一一个连续五次公演 都担任队长的姐姐 她更是连续两次 个人喜爱都都高居前三 出道绝对稳了 排名第四的是薛凯奇 被称为香港最后一位少女 从最开始登场 就因为美貌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 更有趣的是 随着节目的播出 观众见到了薛凯奇的更多面 她善良感性 会因为赵梦弹唱的一首歌 而感动落泪 她幼稚又体贴 像个长辈一样 盯着留恋 好好吃饭 好好休息 同时又幼稚的可爱 带着高伦的留恋 做一些小朋友的游戏 最重要的是薛凯奇的才华横溢 和她对舞台的致真志诚 每一次公演 她都会有好多奇思妙想 哪怕再苦再累 也甘之如遗 薛凯奇希望她能够享受舞台 能够通过舞台 为观众带来能量 这样一个在舞台上 闪闪发光的女明星 绝对值得一个出到位 二宫排名第五的吴景岩 在一宫的时候 排名还在14 从爆料上来看 吴景岩会加入郑秀妍的队伍 继续挑战唱跳舞台 只要歌好舞好 吴景岩保住成团位 也不是什么难事 排名第七的胡信尔 和排名12的许如云 被爆在四宫之后被淘汰 而徐梦桃则选择了主动退赛 他们三个已经无缘决赛了 那么排行榜上位去的 还剩下余文问 钟星彤 蔡卓妍 张天爱 还记得第一次公演之后 阿娇排名第15 我还在为她抱不平 果然女神就是女神 轻轻松松就杀回来了 一宫秦淑 服装造型实在是丑的人想哭 完完全全的浪费了阿娇的美貌 这次二宫怪美的 虽然装造依旧很丑 蕾丝加皮裤又土又尬 但是舞台设计比上次好很多 还加入了不少舞蹈元素 自然更亮眼 阿萨也是一样 成功被装造拖累了 想当初她出舞台的时候 元气满满 一宫的时候明眼动人 而二宫那一套紧身运动服 颜色土到掉渣 是广场舞大妈都会嫌弃的程度 只要播出什么幺蛾子 不再给美人整这样的邋遢造型 他们俩一定会成功出道 如果Twins不能一起成团出道 非得剧本设计个什么遗珠 一难评 那芒果台就等着挨骂吧 最后来聊一聊余文问 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 被余文问的魅力所征服了 实不相瞒 我最开始看她是有些不顺眼的 情商极低 看谁都拽拽的 一点都不合情 还跟纳英宁静互抢 我当时就觉得 这是想红想风了吧 后来慢慢看节目 才发现余文问确实有拽的资格 她专业上确实很牛 一公由她带队的野强威 没能获胜 我到现在都觉得气不过 而她的个性并不是刻意刻印人 只是没什么心眼 说话不过脑子 想到啥就说啥 到了二公重新划分阵营的时候 余文问从最开始的两个师姐都不想要 变成了两位师姐都抢着要 这就是实力的证明 而第二次公演 余文问的表现依旧让人惊艳 谁能想到她跳舞这么帅呢 开口说rap更是炸了 余文问真的是应了阿娅那句话 长得很女 但性格很man 人真的很妙 看得出来 余文问过硬的专业实力 也征服了参赛的姐姐们 在三宫四宫又重新登上队长宝座 可以说余文问绝对是这一季 乘风破浪的黑马 顺利成团没跑了 九个出道位 我觉得王兴玲 郑秀妍 谭薇薇 薛凯奇 余文问 钟心童 蔡卓妍 吴景妍 这八个人是稳的 而最后一个出道位 则会在郭彩杰和张天爱之间